另外在新北市新庄的中原路上 24号晚间也发生了惊悚车祸 当时男子在过斑马线时红灯硬闯 连续闪了好几台7机车 但最后还是被一台货车给撞上 送医后昏迷 尚未脱离险境 红灯 男子在斑马线上 盯着眼前三辆车 咻咻咻呼啸而过 还没变灯 居然抬脚开始骑步走 摩托车差点撞上 他还是执意向前 到了对象 车速更快 闪过一部轿车 再闪过一辆计程车 碰 最后货车 没闪过 直接撞上 因为车有很多 因为红绿灯车表述都正常 觉得蛮正常 中原路双向四线道 车速快 车流量大 男子闯红灯被撞 伤势严重 意识模糊 下巴血肿 肢体擦错伤 送医之后陷入昏迷 紧急救援后 现场还留下一只鞋 让人看得胆战心惊 小货车驾驶酒色紫围灵 行人意识不清 送辅到医院救治中 被撞昏迷的男子身份待查 虽然走的是白马线 但没有遵守交通规则 详细肇事责任 还有待进一步见地离亲 记者刘思朱东霖 新北报道